看这里在丹阳找到南朝最大的时寿 身长4米 腰围3.9米 高3.6米 因长期浸泡在水塘中 这一侧已经严重风化 四条腿断了三条 腹部也做了支撑 不过生殖器刻画明显 一看就是个弓的 另一侧则相对清晰 上下眼瞼表现为双纹线 并与眉线相连合成一缕 纹是两侧呈直刀平立下刻 转折坚硬分明 但没有过度变化 双翼后部的长翅向后展 纹饰线条也是直刀线刻 基本可以确定是直线手笔 后夸的纹饰也是平调浅刻的方法 羽翼略微抬起有了厚度 臀部下方与腿部衔接处 出现了细小的刻痕 但看着非常随意 这应该是表现毛绒感 从后面看头上有两只脚 不过关于它到底是什么 现在也有争议 有人说是天鹿 有人说是辟邪 但根据我以往到过的 各朝各代目的经验 天鹿好像只有一个脚 刚才我们看的是河东岸的石兽 在河的西岸还有一只 身长3.95米 腰围3.6米 残高2.9米 这边也是弓的 头上是一个脚 不过已经断掉 别管是啥 这两只石兽都不是用来镇目的 而是用来守门 显然天鹿配辟鞋更加适合 单论雕刻 这只石兽不如东岸那只 也符合左尊右背的理智 不过外面有栏杆 拍摄起来很不方便 好了兄弟们 我是热眼星 喜欢记得关注 带你了解更多文史古迹